大家好 我们养盆栽晚年 那么肯定就想要让它开花 那么盆栽晚年开花的话呢 和光照啊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 不仅和光照的这个强度 还有光照的时间呢都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满足它的这个光照要求的话呢 那你这个盆栽晚年是很难开花的 那么它对光照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盆栽晚年呢 它是一种长日照型的花卉 就是说它需要有非常长的一个日照时间 才比较适合它生长和开花 所以呢光照强度大家一定要保证 特别是夏季的话呢 直接放在太阳底下 强光直射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你给它进行遮阴啊 或者是放在阴凉的地方的话呢 这个光照强度不够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进行花芽分化 那么就很难开花或者开花非常的少 那么就是第一个光照强度 第二个呢就是光照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如果大家把它放在北阳台 这个光照比较弱 而且光照时长又比较短的地方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很难开花的 盆栽晚年的话 基本上我们养护的时候呢 达到八个小时的光照时间 它就可以开花 但是开花的数量呢相对会比较少 但是如果你能够保证 它每天的光照时长 能够达到十个小时以上 那么它不但可以连续的开花 而且的话呢 它的花期会比较长 开花也会特别的多 所以呢光照 其实对盆栽晚年来说的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有很多花有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大家在养这个盆栽晚年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光照时长 在十个小时以上 然后呢给它这个光照强度要足 那么你的盆栽晚年就能够顺利的开花 当然也少不了要给它补充磷甲肥 因为如果没有磷甲肥的话呢 它的开花量呢可能相当会比较少 所以给它适当的补充一点磷甲肥 那么它的开花就非常有保障了 而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